开始许多青少年是血气方高 与朋友在外面玩耍游荡 很容易一言不合发生冲突 打架闹事之坏 不小心打伤的人更会惹祸上身 东森新闻还有邓宏律师合作 制作了邓宏说法单元 将要提醒家长 注意暑假期间 青少年最容易触法的地方 美国生活大不同 日常生活的连点滴滴 都和法律形形相关 执法手法 距离力端 邓宏说法就在东森 进行锁定东森美洲新闻 邓宏说法系列报道 每一年三文的时候 我们会处理很多这类的刑事案子 往往是群架案件 在播吧店 在夜总会里边 或者是一起朋友团聚的时候 喝了酒以后一下子发生了争吵 争吵的情况之下 几个人联合起来对付另外几个人 这种情况之下 往往的话就发生了很多小孩子的话 因为只是在场帮忙而牵连进去 在加州刑法里边 有一个叫做Failing Murder rule 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任何一个人 在犯罪过程之中的话 有人导致死亡了 不管是死者是对方 还是自己的人的话 那所有参与的人都要被指控的话 谋杀罪 这项罪里边 这个条款的话 最重要的是 要打击一些小孩子一起出去犯罪 在加州里边的话 如果是三个小孩子一起犯罪的话 这种属于帮派行为 它有一个Gang Enhancement 帮派的加行 同时的话 如果是有人体的受伤的话 它有一个所谓的GBI 人体受伤的加行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往往就是小孩子交友不慎 一起去party 或一起去喝泊吧的情况之下 发生了一个群架的事情的话 那所有的人都有可能的话 被指控的话 所谓的用致命武器攻击 或者帮派加行 或者是蓄意谋杀这一大堆的罪 所以的话提醒父母 在小孩子出去玩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子 小孩子身边的朋友是谁 去哪里地方吧 一定要祝福小孩子里边 不要参与任何这种帮派的行为